大家好,我是沐沐 我干了一件大食物 领养了一颗 就这么大点的小孩 接过了领养症 这是他的疫苗法 看,我领养的孩子 干嘛 他们家的 小可乐不要了 然后就送给我了 我要带回去咯 我希望能把他培养成一匹 蛮野狼 我不能撒手 为撒手他跳出去 现在已经培养完成了 这个地方是干嘛 现在要变成我了 内幕 木屋 看 就是这只小羊娃娃狗 已经属于我了 本来我是来得认为了一个牧羊犬 后来人属羊娃娃 这是干嘛给的落杆 就是交换的证据 这个狗就正好交换而成了 老东家说了 狗现在不能吃肉 只能喝奶 所以他喝的是我的 我喝的奶 然后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新狗 因为他太小了 不能在草原上 身体有点太差了 又瘦 所以我决定给他买点 狗粮 让他能吃肉了 给他吃点肉 我们要给他改名字了 不叫可乐了 要给他改名叫堵包肉 希望你吃的像一个堵包肉一样 圆糊糊的好吗 这个屋子你还喜欢吗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爱狗 甚至是能养和不能养的区别 哈哈 哎呦 好看 啊 他不喜欢吃我吗 哎 他认识我了 你看他怕你 你喜欢我的堵包肉吗